《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代表 在中方滑船之下同意恢復外交关系 两个月之内从开大使馆 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在北京主持沙特和伊朗对话 他说沙伊改善关系 为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 稳定打开了道路 中国支持中东国家 坚持战略自主 摆脱外部干涉 中沙伊三国在星期五发表联合声明 沙特和伊朗同意恢复两国外交关系 在两个月之内 重开大使馆和代表机构 安排互派大使 探讨加强双边关系 伊朗和沙特两国 国安就敘利亚、也门等问题有分歧 2016年 沙特驻哈兰大使馆被伊朗示威者 襲击 之后双方断交 半岛电视台有分析认为 伊朗和沙特改善关系 可能影响整个中东政治和安全局势 全国人大会议选举国家领导人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已全票连任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赵乐际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韩正当选国家副主席 住北京记者陈卓康报道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2952名代表出席 选举新一届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等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将四张选票放入主席台上的票箱 李强、赵乐际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后逐一投票 现在宣布习近平同志单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以全票当选国家主席展开第三个五年任期 也都以全票当选连任中央军委主席 2018年习近平展开第二个任期的时候 也是以全票当选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会议也都选出全国人大委员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以全票当选 国家副主席由韩正以全票当选 憲法宣誓仪式随即进行 由礼兵护送国家宣法进场 先由连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宣誓 我宣誓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宣法 维护宪法权威 履行法定职责 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 客进职守 连接奉公 接受人民监督 为建设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努力奋斗 宣誓人 习近平 之后是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 我宣誓 以及国家副主席韩正 我宣誓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集体宣誓 我宣誓 会议亦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方案提出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以及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等13项变革 无视电视驻北京记者陈翠康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黄满宁当选这一届全国政协主席 梁振英连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而高永文 廖长江 何超勤等当选全国政协常委 全国政协14届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选举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委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黄满宁当选新一届全国政协主席 副主席由梁振英连任 成为香港唯一的全国政协副主席 我们举国一心 促势待发 积极向上 两会再过几日结束之后 在疫情现在 也过去的情况下 在香港内地也通关 我们在香港以至整个国家 我们可以在经济发展方面 能够加大力度加速去做 将过去那三年 我们失了的一些时间追分法 澳门前特首何厚华 也都连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上届另一名政协副主席董建华退任 上届合共有18名港区全国政协常委 新一届只有16个人 连任的职位常委 包括友好协讯会会长唐英年 西卫前总干事陈冯富珍 行基地产主席李家杰 另外三个人是上届政协专委会副主任 而新进常委有6个人 包括中联办副主任陈东 前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 由人大转政协跑道的建制派班长廖长江 上届集团主席何超瓶 高永文说未来仍然会关注医疗发展 在一国两世之下 究竟香港有什么优点呢 而我们如何利用这些优点呢 是更好融入国家 然后就是可以贡献到我们的力量 大湾区的医疗 另外一个就是最近比较提高一点 就是因为中央将这个发展 全城创新发展中医 定为一个国家的策略 而上届全国政协常委 详实主席李泽巨就不再联任 报线电视记者来由昆布道 政府计划修订法律执业者条例 规定海外律师参与处理港区国安法案件之前 需要取得行政长官的许可证明书 当局组一部修订机制 要求申请特首证明书之前 需要取得准许申通知书 政府呈交立法会的文件 建议规定海外律师 需要先通知律政司司长表明异项 并提供理据和坐证 行政长官之后 如果认为申请有确实机会 可以发出准许申通知书 给申请人再办理专案认去申请 当局说 因别程序是要排除浪费法院 和行政长官时间同知员的申请 亦都确保有充分理据成功申请 先转交处理 文件又提及将会撤复核机制 只批准海外律师来港之后 案件情况有变 法院或者律政司司长 可以就许可提出复核 由行政长官检视 是否批出新证明 正在内地考察的教育局局长蔡若连说 第一批250名高中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学生 下个月3日出发到内地考察 教育局局长蔡若连一年三日内地行程最后一日 来到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分校了解办学情况 又和学生交流 前身为通识科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 要求香港高中生三年里面 至少一次去到内地考察 本港和内地早前全面复上后 这个安排下个月也都会复上 蔡若连特意率领多名业界代表 去到内地考察相关安排 他说下个月大约有6000名中4中5学生 陆续去到广东考察 第一团250个学生率先在3号出发 属于一日团 由教育局常务秘书长李美常亲自带队 时间会不会太短走马看翻呢 希望安排一些互动的环节 所以给他们多一些探索 除此之外出发前 其实我们都会有同学要先做一些预习 不是来到才说人家讲什么听什么 所以他自己本身已经对主题有一些思考 和带着问题来考察 就不会在过程中只是单向接收 他说这个学年将会有大约4万名学生去到大湾区考察 了解国家最新发展等等 有没有学生不报名参加呢 公民科是一个必修的一个核心科来的 这个考察是课程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同学是不能够参加 因为很特殊的原因不能够参加 学校是要通过学校向教育局去情报 一般来说因为是课程的一部分 所以其实是不存在是不报名参加 蔡英联华教育局会不断就公民科的内地考察团做检讨 九月份生日学年会加入日数教长的行程 给学生去到较远的省份考察 无线电视驻广州记者邓杰盈 这次先看财经消息 美国股市个别发展 纳斯达指数连跌第二天 到期施工业平均指数返复上落 导致现在升22点 报32,277点 被碰白指数跌7点 报3,911点 银行股继续有沽压 抵消美国劳工市场有降温迹象对美股的支持 导致表现反复 上早段跌216点之后走势回稳 主要股份类别普遍下跌 其中房地产股表现比较差 财经频道CNBC报道 专注向初创企业提供贷款的 规谷银行融资失败正计划卖盖盘 公司股价上日急错六成之后 这个交易日开盘前继续下错 股份暂停交易 看看欧洲股市 伦敦富士100指数跌144点 巴黎剑指数跌114点 德国DES指数跌243点 其他消息 本港迎来全面复偿之后 第一手以本港为武港的国际游轮 第一个月会举办多次公海游 第一班船达1800个名额 两个星期前预订已经爆满 疫情过去 旅游业逐步复偿 国际游轮也都重返香港 明星世界一号驻港第一个月 举办多轮2至3万架公海游 第一批旅客在夜晚7点多 在启特游轮码头登船 适逢周末 不少人一家或者乘乘乘乘队上船 感受海上风光 明星世界一号下个月起 更加会在每个星期的指定日子 接载旅客来往高雄和澎湖 至年底合共营运100班 游轮公司说 香港有良好的国际交通网络 不少的航班往来 也都轮近中国市场 可以吸引更加多的旅客 游轮公司又说 跟香港的旅游部门长期都有合作 又形容香港近日的宣传活动非常进取 日后也都会邀请不同的人士和企业来到香港 启特游轮码头刑办商就认为 复仿需要至少三年 疫情前可能一年都会有18间不同的邮轮品牌 来我们这里拍船 今年我们会有搞个品牌 香港这里因为现在才开房 所以我们都会需要一些时间才可以吸引游轮公司回来 他相信随着游轮重返香港 会吸引更多业界的人手重返崗位 无线电视记者彭荣熙报道 在有公立医院有假天花物料跌下来 没有人受伤 医官局相信不涉及楼宇结构安全 以务卫生局局长劳宠茂 承认部分事件处理欠佳 考虑三个月的检查期内 先提交中期布局 最新的一中涉及屯门医院主座地庫一个办公室 远方确认 早上有假天花外层物料跌下来 没有人受伤 相信事件不涉及楼宇结构安全 而社交平台群组有新片段 显示玛丽医院护士学校2楼走廊 去年6月有天花石屎物料跌下来 碎块散落一地 远方回复确认事件 说有关地点并非临床范围 当时没有人受伤 医院设施管理组 去年已经即时检查和维修 确定结构安全 对于公立医院近期 接连发生多宗天花及设备 堕下事故 依公局日前说 一个月内完成所有医院的初步检查 新成立的检讨委员会 三个月之内交报告 在卫生事务委员会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 部分事项 好像当局通报机制 不理想情况 可以提早交代 检讨是说未来怎么去预防 其实对外和对内的公布 沟通的机制 我觉得都要交代一下 过去这么多中事件 暂时来说 都是由网上 可能一些职员发布的相片 在网上再由记者 再问医管局 才让我们外界得知 我觉得就这样对外通报 这一点都不用等一个月 他们都要上来跟我们交代 其中某些事件 确实真的不理想 是有一个相当长的延误 但是另一方面 大家也都要明白 现在的社交媒体 是很快很快的 很多时候甚至 比记者到场 已经登过去 比如最近的事件 是几个小时内 已经有人 在社交媒体 登了一些照片出来 医院本身 他要在公布之前 他确实是要搜集一些证据 我们也都不可以 说他未搞清楚的事件 就去作出任何的一些宣布 他说会考虑 尽快将中期报告 交给立法会讨论 无线电视记者 曾经报导 大家好 我是陈雨桥 去年安达神道地盘 天庆倒塌 造成三四六伤的事故 有死者家属批评 当局公布意外 调查结果之后四日 仍然未知 检控承办商等长程 劳工署回应表示 会按法例规定 适时向死者家属 提供事件资料 安达神道防协地盘 天庆倒塌 致命事故 发生半年之后 调查结果在星期一公布了 劳工署说 征判律政司意见之后 向承建商征进建筑 分判商和个别人士 提出67项检控 工联会说 连同三名死者的家属 星期一曾经 和劳工署副署长 见面了解调查结果 但因为进入司法程序 所以未能得知检控的详程 包括未能够知道个别人士的职责 他们批评当局在调查洪管演唱会 林平莫事故的时候 和其他工业以外的态度不一 从调查的速度 从公布的情况的透明度 MIRROR是史无前例的 MIRROR的过程是史无前例 如果大家找回MIRROR的 政府的公布里面 他是很清晰地写明 7月底发生事故 11月就发表了 20几页的详细报告 为什么香港政府这么大 细筹 那个案件是商人 还没有死人 三个两天就出了报告 不停地向公众交代 不停地披露 一步步地披露 那个调查报告和结果 这里有六个月时间 劳工处那个报告 三两句说话 明星的效应 就有一定的娱乐压力 我们草根阶层的子女 的命 不是命来的吗 工联会促请尽快提高 政安条例的罰纸 加强阻核力 也都建议劳工处 日后加强到工地 实地巡查設備 是否安全 保释电视机仔 现在欠不到 土地注册处说 上月底 维室72份 再有个人资料的 注册土地文书 涉及21个公众人士的 个人资料 土地注册处 上个月22日发现 维室的相关文件 是由屋宇署 和地政总署发出的 维例建筑物班领 满意纸 土地归还契约等 睡觉至土地注册处办理 之后作为土地记录 公公众人士查阅 土地注册处至今仍未找回 已经通报警方和个人资料 私隐专员工处 并透过信件陆续通知 受影响人士 处方已经展开详细调查 避免同类事件再发生 亦都已经联络屋宇署和地政总署 为相关文件补办注册 新一轮电子消费券 首期3000元 下个月16日发放 市民要使用上次领消费券的 电子支付工具领取 至于剩下的2000元 在7月16日发放 政府连续三年派消费券 新一轮继续分两阶段 头3000元不用登记 只要去年有拿过消费券就有份 下个月16日经同一电子支付工具发放 剩下2000元 其中五款支付平台 可以在7月16日拿 使用八大通的市民 就要在6月底之前 洗完3000元 才可以在7月拿剩下的2000元 如果不是要在洗完第一期之后的一个月 才可以拿第二期 政府说为了令市民更早拿到消费券 规定第一期 不可以更改电子支付工具 为什么不在复活节长假期之前发放呢 政府说要留时间 给大约5万个 更换或者遗失过八大通的人 重新登记 考虑到在发放消费券的第一天 可能有些市民 万一他们收消费券的时候 遇到什么困难呢 特别是老人家方面 他们会有4亿的公众假期 可能是没有人可以协助到他们 这个其次的 因为我们最主要的考虑的原因 就是这样的 用八达东卡 但是那张卡遗失了 或者找不回 或者因为拿了个路由卡 取消了旧卡 这些朋友 给了个机会 他登记过他的帐户 更改的帐户 投台的系统 他是要有些更改来配合的 所以需要有些时间 所以我们觉得4月16日是比较稳妥一点 去年6月13日或者之前 已经在香港 并且又拿上一轮消费券的非永久居民 可以自动获发半额 即是2500元 当局预计10万个非永久居民受惠 涉及大约2亿5千万 对上两轮发放消费券 开支达到1020亿 政府预计新一轮消费券 可以提振经济0.6% 政府说4月中 会推出一系列开心香港活动 期望配合消费券大黄经济 武汉市记者 留住欲部 至于去年没有登记 今次未能自动领取消费券的 可以在年中登记领取新一轮 当局说稍后公布相关资格 若果这一年间永久离港 政府说将不能领取新一轮消费券 有商会认为 新一轮消费券对生意有一定帮助 新一轮消费券下个月开始派 市民会怎样用呢 因为上一次政府派的那些 都有买到一些的 有些需要的那些 有买的电器那些 有买过的 今次股派就暂时不需要 可以买一些衣物 其他平时的那些 一向都没什么优惠 又是这样 反而有时可能用消费券那些 它又相对好像又贵了那样 即是买菜买一些日常用品 一万元就多些 买些东西就多一点点 可以买些电器那些东西 这间围于湾仔的餐厅 也都认同今次派的金额较少 相信市民更加愿意用在日常消费 而且现在没有了防疫限制 消费券将会可以发挥最大的效用 期望可以带来两成的生意增长 有珠宝店负责人就预计 不少顾客都会和家人等等 合并消费券金额使用 有信心生意额会增长三成 虽然你说三千元不是多 但我们公司的总类始终来说 我们几千元 其实以上的货品多 它的总类都很多 你说消费券 而且它不是限定一个人消费 所谓的政府帮助都几千元 消费回来说它都会比较开心点 以及直接买东西的选择会快一点 他认为随着经济复苏 明年也未必需要再派消费券 以免加重政府负担 母先烈士记者侄卷谋 长和申请张青衣联合船澳改建住宅用途 连同轮近的政府土地 预计可以提供一万五千个单位 长和在上个月底向城规会提交修定大纲图 建议张青衣的香港联合船澳工业用地 连同北面的政府用地一并改变用途 发展大型公私营住宅综合项目 项目地埔面积达到214万平方尺 当中包括政府土地90万平方尺 住宅部分私营有34栋 提供一万零370个私人住宅单位 北面政府土地兴建10栋公营房屋 涉及大约4700个单位 有策略师认为项目规模大 而且轮近交通和商业配套不足 相信发展年期会相当长 再多这么大量的人口 涉及一万五千佛的话 要提升很多的收入配套 包括今次四层的位置 其实从这个香港施展是一个距离 现在还是一个规划改善 还未去到保地价 我估计保地价规划 可能已经连接两三年 如果你要做一个这么大的项目 我想说发展年期可能已经连接了6到10年 所以前后加上整个项目 增添的发展年期也会成合3年 长和旗下联合船澳集团说 本港长期存在未获满足的住屋需求 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 可以透过长远规划 加以善用现有大型工业用地 和限制政府土地 而重建用地亦可以提供连接道路 直达限制政府土地 以产生协同效应 无线电视记者一路配音报道 英国首相新伟成到访巴黎 外利社工 和总统马克龙握手 今次是英法两国在五年来首度举行双边首脑会谈 英法两国房长和外长也都分别召开双边峰会 只在英国脱欧之后收复两边的关系 除了深化防务和经济合作 也聚焦讨论俄污局势和非法移民等等的问题 新伟成表明 两国同意在印太地区部署军舰 据报英方可能派出航母伊利沙伯女王号 和威尔斯亲王号 法国就派出大高乐号航母 轮流部署印太海域 新伟成在峰会前表示 双方讨论俄乌战事期间 也会谈及中国会不会援助俄罗斯 并且呼吁各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援助 中方早前否认提供武器 一直主张以谈判解决问题 又指责美国无忧指向战场运送武器 在打击非法入境者方面 新伟成说会在未来三年向法国提供4.8亿英镑 希望和欧盟透过对话达成协议 允许将偷渡到英国的非法移民遣返法国 他说愿意协助法国 倒截非法移民前往英国 对于印太问题 中国外交部曾经多次表明 反对非印太地区相关国家 在印太海域进行战略部署 将印太军事化 搞地缘政治 中方将和周边国家共同抵制破卫地区 和平稳定的逆流 无线电视记者沉玲珊报道 稍后一会 稍后回来会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行政长官李家超 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 和多个政界人士 都祝贺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当选 行政长官李家超 说代表特区政府和香港同胞 对习近平全票当选国家主席 以及中央军委主席表示热烈祝贺 形容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主席带领全国人民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国家取得历史性的发展成就 和伟大进程 又说习近平多次表明中央 全力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为香港特区政府注入强大信心 李家超星期日会到北京 列席第二天的全国人大会议闭幕会 之后拜访不同的中央部委和机构 下星期录回香港 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 说冲心拥护习近平 继续当选国家主席 和中央军委主席 形容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有政家人士说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 必定继续贯彻支持一国两制 习近平主席当选为国家主席 是众望所归 民心所向 对香港而言意义是特别重大 因为去年25周年 香港回归大庆的时候 他说得很清楚 一国两制 一个这么好的制度是不需要改变 所以2047年的界线已经不再存在 我们需要好像习主席一众的领导人 他们有担当 有智慧 有谋略 继续推动国家 向前发展 我们香港的市民应该值得高兴的 因为他一定会继续贯贯他 支持我们一国两制 所以我们香港的发展只会越来越好 也都有人大代表相信 在习近平带领之下 中华民族复兴指引可待 无线电视记者 利尤坤报道 沙田和邪村有单位起火 发现一具烧焦的女士 有观众影响到和邪村信和留一个低层单位 不断冒出农衣 警方说 昨天下午约两点半接报 火警破释之后 起火单位的女窗窗框 消自变形 单位外场和楼上单位的外场和窗户分黑 消防之后在单位内调查 发现一具尸体 近年 收毒人工智能的求职者 在内地成为抢首货 平均招聘月薪超过25000元人民币 是大学毕业生平均月薪的四倍多 聊天机械人ChatGPT 是近期最受关注的人工智能产品之一 在全球掀起热潮 近日北京各校园招聘会 吸引了不少应届毕业生求职 不少是收毒人工智能相关领域 在较困难的大环境之下 他们都对前景乐观 我个人想的话 还是想从事专业相关方面的工作 比如说包括现在的 智能核感器 自动控制方面 然后就业也比较乐观 就是说你去互联网的话 可能就25以上30左右 近年各行各业都有机会涉及人工智能 以至求职市场对这类的人财需求大增 薪金也都水涨船高 中央电视台引述数据说 今年春季招聘当中 人工智能工程师职位属于高薪行业 雇主开出的平均月薪突破25000元 根据去年发布的就业蓝皮书 2021年内地大学毕业生平均月薪是5833元人民币 无线电视记者曹家永报导 多国记者除菲律宾海岸防卫队飞机 在南海上空巡逻 遇到中方船隻以广播距离 在北京 外交部强调 中国船隻在中方管轄海域活动 合理合法 菲律宾当局星期四邀请多国传媒记者 登上海岸防卫队的飞机在南海上空巡逻 在南沙群岛上空大约1000米飞行的时候 接到下面中国海警船以中英文广播要求立即离开 在全程大约四个小时的飞行里面 海岸防卫队的飞机发现近20艘中国船隻 包括华尔海上民兵船 今次的飞行是菲律宾对中国发动舆论战略的一部分 声称要揭露中国在南海巨争水域的活动 包括利用渔船和科考船执行军事任务 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已经加强在争论水域巡逻 记录和发布中方具侵略性的行为 对抗中国的政治宣传 和国际上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谴责中方的行径 菲律宾指控中国海警船上个月初 在南海人外潮水域以军用激光照射飞方捕级舰艇 导致船上的人员短暂失明 飞方事后发布事件的影片并向中方表达抗议 在北京外交部强调中国船隻的活动合理合法 中国对南沙群岛这次附近海域拥有主权 对相关海域也是拥有管辖权的 所以中国的船隻在中方的管辖海域 进行正常的活动是合理合法的 美国上个月底也都曾经组织类似的活动 以美军巡逻机搭载多家美媒的记者 在南海上空飞行 期间遭到解放军军机叛飞和广播警告 中方多次批评美国 频繁派艦机在中国周边侦察 严重危害中国国家安全 无线电视记者曼西纯报导 德国汉部有枪手厂入教会发动袭击 造成8人死亡 包括枪手和一个孕妇 有目击者公开影片 见到枪手在教堂外面不断向内开枪 他在枪边徘徊 期间多次开枪 现场有大批警员手持长枪 特别过多也都赶到 气氛紧张 案发教堂在汉堡市中心以北几公里之外 属于宗教团体耶和华见证人的分会 警方在当地星期四晚九点几节报 到场发现多具尸体 另外有多人受重伤 之后教堂楼上传出枪声 当局上楼发现枪手的尸体 而警方未曾在教堂里面开火 有目击者说听到二十几下枪声 而警方到场之后几分钟再传出一下枪声 事件造成多人死伤 包括一个孕妇 德国总理索以前形容 今次是残忍的暴力行为 市长亦都为问遇害者家属 警方封锁现场守证 当局武功开35岁南枪手的身份 只是说他在警方进入教堂之后吞枪自尽 又说他是耶和华见证人的前信徒 当局正是调查枪手的行空动机 相信不涉及政治因素 他也都不在当局监控的极端分子名单里面 遭到枪击的宗教团体耶和华见证人 19世纪在美国成立 全世界有几百万个信徒 其中在德国的分会有大约17万个信徒 无线电视记者曼希信报道 法国继续有人示威和罢工 抗议当局改革退休制度 巴黎奥运村和主场馆等设施 更加被示威者断电 在法国首都巴黎 大批示威者在星期四上街 有人堵塞通往大学和高中校园的道路 警员手持警棍在场戒备 大部分示威者是学生 他们担心当局改善退休制度 影响将来工作环境 在巴黎市郊圣诞来 同日大约有300名工人 在电力厂房外集会 巴黎将在明年主办夏季奥运 有示威工人就截断奥运村 同主场馆的供电系统 当地三个数据中心 同运动场周围的供电网络 也都受到影响 在中西部市镇姓旺 同样有民众上街 有示威者警告说 除非当局撤回改革方案 如果不是全法国将陷入黑暗 总统马克龙以维持公共财政稳健为由 推行退休制度改革法案 在星期四早上有201名参议员投票赞成 将退休年龄由现时的62岁提高到64岁 另外有115名议员反对 无线运线记者曾为三报道